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在这个世界上的各个角落里 每天都在上演着各种新鲜的事情 有的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解释 有的则不能 河南农村的一个普通女子 据传言 她活了40多年 从来没有睡过觉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于是专家专门对她进行了48小时的睡眠监控 这才真相大白 这位大姐真的40多年没睡过觉吗 大家好 这里是明星观察员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40多年不睡觉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叫李战英 从小到大 她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出生在普普通通的家庭中 像大多数人一样 上学 打工 生活 嫁人生子 但是嫁人之后 她的丈夫在她身上 发现了一件不普通的事情 那就是自结婚以来 丈夫从来没有见过李战英睡觉 这就让人有点摸不清头脑了 人活着怎么可能不睡觉 众所周知 睡眠在人体的生理活动中 占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睡眠可以补充人一天所消耗的能量 睡眠时细胞可以清除 一天下来 机体代谢所产生的有害物质 睡觉可以帮助加强人的免疫系统 增强人的抵抗力和修复能力 睡眠可以优化神经系统 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 睡觉期间 体内还有很多激素 代谢以供人体的需要 一般来讲如果一个正常人在七到十五天内连续不睡觉 免疫力就会逐渐下降精神崩溃最后无病而终 因此不可能有人会一辈子不睡觉而健康的活着 那李战英的这种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于是走进科学栏目组就带着疑问 来到了李战英所在的村子 李战英的邻居们都知道李战英有非常特殊的能力 并且给他取了个绰号机器人 因为他不睡觉而且特别能干活 李战英经常在半夜出去干农活 晚上和林李打牌的时候他也不觉得困 而且白天的时候精神还倍儿好 他的丈夫在外地打工 孩子也不在身边 李战英一个人独自耕种二十亩地 而他的邻居四个劳动力却只能耕种十五亩地 最早发现不对劲的是李战英的丈夫刘索琴 从刚开始结婚的时候 刘索琴就发现了妻子的与众不同之处 他经常发现李战英在半夜起来活动 而且孩子读书的时候 他都是三四点就起来做饭 每当十一二点的时候 家家户户的灯都熄灭了 刘索琴也困得睁不开眼睛了 但李战英这个时候却还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 然而李战英不仅晚上不睡觉 甚至是白天依然精神焕发的干家务干农活 比那些睡眠规律的人还有活力 刘索琴就很时关心妻子 时不时询问李战英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刘索琴担心妻子因为不睡觉而生病 所以带着妻子去看过很多医生 也去大大小小的医院进行了全身体检 但是检查的各项指标都是完全正常的 也没有检查出什么不对劲的 据李战英描述 从他即逝起就没有睡过觉 年轻的时候还经常叫着小姐妹一起熬夜玩耍 但是最终把所有人都熬睡着了 李战英还是瞪大双眼 丝毫没有困意 一直以来他并没有很在意 也没有告诉父母这些情况 医生在听说了李战英的描述后 也是错个不已 但是面对各种正常的检查结果 医生也十分的无奈 李战英后来找医生开了一些安眠药 可是别人吃半颗就昏睡了一天一夜 但是李战英加大了好几倍的药量 对他来说也无济于事 三片四片下去 晚上还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李战英认为自己没有问题 并放弃吃这些药 而他的家人却更着急了 最重要的是没有不透风的墙 林李也渐渐发现李战英的特殊能力 有的人甚至觉得 他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附体了 懊不过家人 也抵不住林李的异样目光 李战英在媒体的帮助之下 到郑州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做检查 主治医生徐宇明教授 从见李战英的第一眼起 就知道他和普通的失眠患者不同 因为李战英的精神状态很好 面色也是红润光泽 经过检查 神经系统也确实正常 徐宇明教授只能询问 李战英的记性如何 是否经常会和邻居发生争吵 因为睡眠不好的人 往往会影响记忆 同时也更容易发怒 但是李战英表示 自己的记忆力很好 也不会和邻里发生矛盾 所以徐宇明教授 给他安排了24小时的睡眠观察 通过脑电检测 李战英24小时的时间里 大约有100分钟是在睡觉的 虽然24小时内 睡觉100分钟已经远超常人了 但是李战英本人并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自己在观察期间没有睡着过 为了证明自己确实没有睡觉 李战英去了北京朝阳医院 在更先进的设备支持下再次检查 在朝阳医院 李战英的主治医师是郭希恒 一位权威的睡眠呼吸专家 他把李战英和他的丈夫 安排在一个装有监控的房间内 医护人员给李战英 手上带了一个万表示检测仪器 检测睡眠 只要人体有睡眠活动 就会被捕捉到 李战英二人在监控的房间内 总共待了两天 从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 李战英在48小时里 持续闭眼躺床上的时间 不超过10分钟 换句话说 如果他真的睡觉的话 可能一次也不超过10分钟 但是结果却出人意料 检测器反馈的数据 发现李战英在48小时内 总共睡了16小时 和正常人的睡眠是一样的 而且他的深度睡眠时间 比普通人还要长很多 这可能是他每天都十分精神的原因 有意思的部分来了 李战英的睡眠时间 和我们是不一样的 他的睡眠连续性很差 是睡睡醒醒的睡眠方式 所以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 他却可以活动 更有意思的是 他经常是睁着眼睡觉的 而且有一个时间点检测数据 显示他正在睡觉 而监控画面却显示 他和丈夫正在闲聊 48小时的监控 揭开了所有秘密 李战英需要睡觉 只是睡眠的连续性差 所以他觉得自己没有睡 而家人朋友觉得 他不用睡觉 则是因为李战英 是睁着眼就睡觉的 以及他可以在和人聊天的时候 突然休息 然后起来继续聊天 那么世界上是否真的存在 完全不用睡觉的人呢 虽然世界各地 有很多人声称 自己不用睡觉 但答案是 没有人可以做到 完全不用睡觉 只要长时间不睡觉 身体就将拉响警钟 不过有一些人 可以睡得更少是真的 这些人被称为短睡眠者 之前被前女友锤的 时间管理大师 可能就属于这类人 有许多科学团队研究过短睡者 世界上大约有1%到3%这样的人 他们一天可能只要睡4个小时 却可以在醒着的时间里精力充沛 最近可以查询的一份报告是 2019年8月8号 发表在科学杂志 神经元上的相关研究 该研究发现了 短睡基因 ADRB因基因的一个变体 并且将该基因变体 转移到小鼠体内 而实验小鼠 的确比普通小鼠 平均睡眠减少了将近一个小时 研究人员发现ADRB因基因 突变的脑细胞 表现出活动和电生理特性的改变 使细胞更容易被激活 与正常小鼠相比 突变小鼠表现出具有 β1肾上腺素 能受体的脑细胞活动增加 这种活动让脑细胞保持清醒 不过 该研究的研究人员 同时也表示 ADRB因变体可能是短睡的原因之一 但肯定不是全部 因为睡眠非常复杂 虽然人类不可能做到完全不睡觉 但作为一个普通人 也可以保持很长时间不睡觉 可以多长时间不睡觉的说法 有很多 也有很多记录 现在可以查询的吉尼斯世界记录 是449个小时 这个记录由英国人莫林·维斯顿 在1997年打破并保持 不过吉尼斯官方 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 证明这是事实 另外一个更短的记录 被认为是更可靠的数据 兰迪·加德纳睡眠剥夺实验 这个故事的主角兰迪·加德纳 持续264.4小时 11天多点 不睡觉并接受研究人员的观测 实验的最后一天 反复减漆 最终兰迪停在65 便不再继续了 当研究人员问他 为什么不继续时 兰迪表示自己忘记在做什么了 睡眠的行为非常有趣 也非常复杂 但确实是我们生存和活动的一部分 如果睡眠被剥夺 人将无法完成正常的活动 在现今的科学领域中 还有很多现象都无法得到解释 虽然我们现在搞不清 这种情况发生的机制 不过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会有更专业的专家 带我们解答并探索其中的奥秘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想拥有李战英的这项特异功能吗 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让我们下次再见吧